他们游走于阴阳两界的边缘 连家人都害怕他们 作为最恐怖 也是被误解最深的职业 行走在阴阳之间的灵魂百度人 究竟是怎样一类 特殊群体呢 这样的工作你敢去吗 支离破碎的身体 呼天抢地的生者 还有一双双黯无神的眼睛 说起入恋师这一行 网上有很多讨论 在很多人眼里 他们都是非常抵触的 常常有晦气 尸体 不吉利等词联系到一起 甚至就连他们的家属都不能接受 自己的亲人每天的手摸过那么多死者 因此生活中 几乎没有人愿意与他们近距离接触 作为一项不被认可的特殊职业 他们一直以来 也都生活在这样的物件 即使是在社会如此开放暴容的今天 人们对这一类特殊群体 普遍持有的偏见就是 骨子里就觉得他们不赶紧 有时甚至会被嘲笑 靠死人吃饭 没错 这个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死者 一个个尸体生前都有着不同的故事 谁也无法保证 自己看着腐烂的尸体 能不能保证自己不去呕吐 在中国死亡是一种禁忌 也是一种不祥 一般来说 送来的要是寿终正寝的老人 倒也还好 如果是因为灾难原因 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的遗体 这可就难办 比如要是遇上被火烧焦的尸体 没有头颅的尸体 或头部粉碎的尸体 想要按照照片 为他们恢复生前的容貌 可不是件简单事 每天跟死人打交道 不怕那都是假话 尤其是发生重大事故后的遗体处理 不一定都是完整的 有时连容貌都无法辨认 如果工作一旦出现什么差错 就会面临死者家属的不理解 为难甚至刁难 毕竟中国人讲究 死后留有权虚 诸如此类缺少器官的情况 比如生前遭遇意外 折祸或事故 五官会有一些遗失 入恋时就会找一些道具来填充 如果有人生前患有大病 因为痛苦 面部发生了扭曲或者变形 可能就需要动用 工具箱里的镊子 剪刀 酒精棉等专业的工具 总而言之 缺少身体的任何部位 离开人世都不完美 而每天跟死人打交道的工作 也不是谁都能接受的 日日夜夜都跟死人打交道 一不留神 就会在晚上被吓个半死 行走在阴阳之间的入恋师 真的遇见过鬼吗 他们的日常工作 又是什么样的呢 常规的步骤操作呢 一般都是这样的 首先 先脱掉死者衣服 用毛巾打住死者的隐私部 紧接着 用清洁灶进行整体清解 为死者沐浴净身 为他们洗去一身尘埃 此外 冲洗所用的水 都是由中央控制的 如果动作不够小心 就会导致逝者的头发 大量脱落 所以要格外注意 再比如 关于给逝者洗脸和洗头水 要贴心的 用手挡住逝者的耳朵 眼睛 等这一些流程完成之后 再沾着药水 把指甲 手 脸等部分 进行重点清理 包括 指甲 修剪打磨 洗发吹发 喷涂保湿液 然后就是通过 基本的美容化妆 由于人死后皮肤会失去活性 肤色会逐渐发黑 所以为了让他们看起来气色饱满 一般的仪容整理 会以化妆来直接遮盖肤色 如果逝者面部有青紫 为了让患者的脸重新焕发光彩 特意打两色粉底 也是常有的事 甚至市面上有一种强小美白面膜 能够在短时间内 让逝者的脸恢复光彩 最后给他们穿上一身干干净净的手衣 逝者就能体体面面的上路 以一颗敬重尊重之心对待眼前的逝者 是每个入脸时必须要遵守的职业规范 走上工作岗位之前 大部分人都听说过 诸如哪个入脸时化妆的时候炸湿了 哪个人唯一替整容的时候 突然眼睛睁开了的恐怖故事 因此走上工作岗位后 除了技术问题 大部分入脸时都要面对自己的心理问题 尤其晚上值班的时候 在我们国家白时和红时不同 品艺馆本身仅在人烟稀少的地方 加上追到大会要一直放安语 如果外部环境有些异动 头皮发麻 脊背发毛就够让人害怕的 人在这种空间 总容易产生各种联想 当镜子照到棺材上时 想比心里也是被震撼和害怕充滞着 尤其是黑漆漆的殡仪馆 只有自己一个人 多多少少 心里还是会有点其他想法 一些极端情况 说不定还会成为一生的心理阴影 有道是黄泉路上无老幽 就怕遇到那种比较棘手的情况 如果台市日节1800 你会去吗 听听殡仪馆工作人员是怎么说的 游走于阴阳两界的特殊群体 究竟有什么不一样 其实现实中的入脸室工资不高 通常只有几千块 而且部分昼音随时待 如果在工作中遇到了缺一只耳朵 或者缺一只眼睛 甚至碰到断头的 尸体碎块了 这时候就要想尽各种办法 对一体进行复原 若遇到面目全非 甚至连尸块也找不到的 就要找一些道具来补充美化 比如用涅泥像的材料 补上残缺的部位 再用粉饼抚平进行整理 这期间他们的每一个动作都要礼仪规范 真正上手去操作的这群人 都是拿着最低的工资 做着最累的活 穿上隔离服 一站就是大笨天 不断练习抬棺 茶花 化妆 还有告别仪式 忙到深夜一两点是常有的事 这一系列下来早已筋疲力尽 期间甚至不能喝水 也不能上厕所 一连几个小时 屏息凝神 力求完美 目的就是为了能让来参加追悼会的活人 心里好受一点 只要医院的急诊给他们打电话 就是接运遗体 清洗 缝合 穿衣 因为除了工作人员 没有闲杂人员来这里待着 所以晚上值班心里发黄时 也只能独自消化 与此同时 这个职业一个月只有两三千的底线 从业者也从不参加朋友的婚礼 满月酒 生日宴会之类的群体活动 因为自知别人不愿意和你来往 所以他们总是形单有志 毕竟一旦凌晨有突发事故时 也需要加班 我们身边有这样特殊职业的人不占少数 他们就像是望穿河边的灵魂摆托人 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存在 一体才不会像垃圾杂物一样被处理掉 我一直相信 那些能和死亡打交道的人 都在从事着一份神圣高尚 值得人尊重的质疑 比如火化石 老实人 遗体金运工等等 他们都是对生死有着深刻理解的人 所以站在人生的终点上 令侍者带着美好的一面 体面 又尊严地走 他们也必定是善良温暖的人 像是天堂的引路人 送侍者最后一程